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垃圾清理一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身后的这些鱼饲料袋子 下面就统称为垃圾 非常妨碍美观 我现在把那些垃圾都清理干净 捡走 放到紫钉的位置 现在我从车上找一个袋子出来 幸运把那些垃圾煎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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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两小块地方就捡了这么一大袋子的垃圾 可想而知这一块地方有多少垃圾 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去爱护这个环境是有点不够的 我一个人去捡 一直捡 捡一辈子也捡不完这些垃圾 我希望各位钓友 广大钓友 在钓鱼的同时也爱护我们的环境 就像爱护自己家的卫生一样 我们自己产生的垃圾也要带回去 放到指定的地方 这样子也算是对自身的一个修养 今天由于车上实在是找不到袋子 这个袋子还是把东西空出来之后才拿着一个袋子 现在这个袋子装满了 我改天再拿东西来装 我要把这一块全部剪干净 支持我的点赞 关注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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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